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打得花玉一脸懵逼 好不容易花玉抓住机会放出十人花炮弹要命中虎子的时候 东唐竟然又将虎子和花玉调换了位置 好家伙 原来东唐从一开始说的就是一个花玉陷阱 他的咒术不仅是可以交换对手和自己的位置 连不是自己的对象也可以交换 而且东唐所说的话还有一层陷阱 那就是即便我拍手我也不一定会发动咒术 于是花玉又陷入了 东唐什么时候交换 东唐换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是东唐可以换的恐惧当中 果然东唐的咒术不仅仅能换人 他的作用范围是拥有一定咒力的东西 所以在接近河边之后 他们马上用虎子换来了掉在河里的珍稀姐的特级咒剧 游云 对着花玉就是当头一棒 直接命中其要害 把他两个脚都打折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反派的扛咒能力 在经过这么一轮毒打 外加东唐全力的特级咒剧一击之后 花玉竟然还没有死 只见他把他的左手放到了地上 而附近的植物便以他为中心开始枯萎 这是花玉不想用的招数 但是没有办法 在虎子和东唐的逼迫下 他不得不用出来了 植物本身不会产生咒力 我的左手会夺取植物的生命 并将它转化为咒力 但是咒力不会流向我 而这完全作为共花的养分 究竟虎子和东唐能不能接住花玉的全力一击呢 为了让这一击确实的命中目标 领域展开 哦不 花玉没能展开领域 因为无敌的五条五刚好打破限制突破了仗 而花玉被吓得收了大招 一时所有人都准备开溜 五条在空中俯瞰全局 他看见成长之后的虎子 放心地把花玉交给了虎子 自己先去解决其他入侵者非常快 也就是一瞬间 他靠瞬移就秒杀了和老头对线的光头杜兜兰 而和戈基对线的主族师小黄 抓住这个时间溜了 花玉本来也准备溜 但是五条可不会放他走 虽然人不在花玉身边 但是不代表我无敌的五条打不到你 术是顺转仓 术是逆转 赫 虚是 子 术是顺转以自身为中心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术是逆转以自身为中心产生巨大的排斥力 单独出来每个都是强烈的杀招 将两者相碰撞足以切割空间 我起了一刀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呢 伴随着五条的出场 一切反派的力量全部退场 但是在这一瞬间 五条也意识到 自己等人并没有赢 反而输得很彻底 原来花玉这边的突袭只是障眼法 敌人真正的目的在于 咒术高砖的特级封印物 花玉等人通过把五条排除在外的杖 让五条错误地认为 他们是不想让他进去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虽然杖没有罩住五条 但却成功地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真人趁机潜入咒术高砖 来了一波偷家 倒出了高砖收集的素挪的手指六根 以及同样是特级咒物的咒胎九项图 一号到三号 而另一边在吃了五条一记大刀之后 花玉竟然还没有死 反倒是高砖这边虽然打得收拾浩大 实则是输得连底裤都没有了 虽然被偷家了 但是没有问题 交流会还是要继续办的 于是姊妹学校的同学们 又办了一场棒球大赛 作为交流的下半场 这次交流会圆满结束 这之后第一年几小队接到了新的处理任务 调查一起一世 同一咒零所为的自动门杀人事件 虽然三个实则的案发现场 都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三个实则的共同点在于 都在死前几星期内 向物业报告了小区的自动门坏了的问题 当然自动门是没有坏的 所以高专的人推测 这是同一咒零所为 他先进行标记猎物 然后等过了一定时间之后 再进行咒杀 顺着犯人的身份做调查 第一年级小队发现 死者都出生于慧之前上过的一所中学 并且都去过一个叫做 88桥的显灵地点 做过生意的蹦击 听完之后慧等人大感寒言 因为88桥确实是一个 真的诅咒多发的地点 竟然有人要去坟头蹦滴 但很快慧便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进一步调查 发现慧的姐姐也跟着一起去过这个地方 他们将提供情报的 同样被诅咒的姐姐的同学保护了起来 慧又打电话找高专找人保护姐姐 但是高专这边却说 人手不足 目前只有二级咒术师了 然而因为被诅咒的人数增加 对应的这次任务的难度评级也增加了 本部的建议是立即撤退 而无敌的五条老师下个星期就要回来了 会想要不先保护这姐姐 等待五条老师 但是问题不是这个好吗 要是这个诅咒是远距离咒杀的类型 即使有人守着姐姐也不一定能够保住姐姐的安全 现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直接找到诅咒将其拔除 但是咒灵的等级显然远高预期 一边是姐姐的性命 一边是同伴的安全 在压力之下 慧选择一个人前去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身为同伴的虎子和强威 怎会拆不到慧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违行着慧偷偷跟了过去 因为之前已经把虎子从桥上扔下去 试探过这个诅咒了 没能出发 所以星田小姐告诉慧 这次诅咒的出发方式 很可能是在夜晚从桥的下面走 通过桥 跨过桥下的河 在诅咒的世界中 河具有非凡的意义 跨过河水象征着到达彼岸 一瞬间三人被咒灵的领域所包裹 出来的是一群像地鼠一样别着的小家伙 因为被大范围的结界和数量分散了实力 一个一个都很垃圾 这让会大松了一口气 但是除此之外 竟然还有另外的咒灵存在 还好虎子和强威也来了 虎子一眼就看出了 这只大嘴怪 是出于真人之手 这只交给我了 但是没有想到还有第三只咒灵 突然从结界外伸出来的手 把强威拉了出去 大嘴怪喊着哥哥也追了上去 为了不让强威一对二 没办法虎子也紧跟出去了 于是结界里的就只有会议人了 打地鼠非常顺利 但是奇怪的是 当会打完了所有地鼠之后 结界并没有消失 会赶紧去找他最后的本体 只见他竟然孵化出了 和少年院时候的特技咒灵一样的咒宝宝 并且这一只明显强于少年院那只 会一瞬间明白了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为什么这只咒灵会在六月 开始咒杀他标记的目标 因为六月刚好是虎子吃下 素挪手指的时候 这是一次共振 之后每一次虎子吃一次手指 都会产生一次共振 而眼前这只也明显是 融合了素挪手指的咒灵 面对预料之外的特技咒灵 会究竟能对付得了吗 不留步 有梁有梁 会本人就想使出自己 以死换死的拼命大招 这一招可以说是 以自己的死为代价 必杀对方 吓了咒宝宝一大跳 喂兄弟 你是不是玩不起 会一贯都是这样的 碰到自己打不过的对手 就会想着让自己去死解决一切 但是五条却看出来了 这一行为实际上限制了会的潜意 因为知道自己死了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从来不会去拼死战斗 以死换死和拼死取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会这次决定 我不玩了 领域展开 欠和暗一停 在特级重灵的加一下 会临时领问了不完全的领域技能 此领域可以让会更加自由的 使用引法术 将自己融入影子里随意穿梭 会首先靠着领域技的机动性 和咒宝不周旋 随后趁其不备 用欲拳一举掏出了大爷的手指 回收完成 另一边虎子和强威对上的 则是一对特级的兄弟 他们是真人偷出来的特级咒物 咒胎九项图 融合了人类所带来的产物 真人一共偷了三个咒胎 这次出任务的是两个 哥哥叫坏象 弟弟叫雪徒 他们的任务就是回收核道内的 素挪的手指 但是从刚才透过姐姐 一闪而过的咒力表明 已经有人将手指给回收成功了 幻象一时拿不准对方的实力 本来准备撤退 但是恰巧他最不想让人看到的后背 被刚追着雪徒跑过来的虎子看到了 背上不仅有一个恶心的人脸 还穿着钉字裤 于是这下子想不打架都来了 这背后的人脸 不仅是幻象自卑的地方 也是他的咒术关键所在 150年前 有一个身体异常的女子 怀上了咒宁的孩子 因为无由来的孩子让他走投无度 最后碰到了家冒线轮 但这也正是他厄运的开始 家冒为了一己的求之欲 对他进行了九次怀孕和堕胎 非人道的实验 这就是咒胎九项图的由来 因为他们都有玉三家的血脉 所以都继承到了家冒家的 对血液操作的咒术 坏相的术士是腐烂术士 赤王 可以从背后射出犹如翅膀般的血液 追踪攻击敌人 虎子直接抱着薔薇给跑不见了 其速度之怪 着实吓了薔薇姐一跳 这还是人吗 正以为安全了 但是没有想到血涂操劲道突然袭击 关键时刻 虎子挺身帮薔薇姐挡了一击 但是紧接着哥哥坏相的攻击 也命中了薔薇 腐烂术士 朽 以兄弟两人的血液为媒介 出发的毒素加腐蚀加分解咒术 只要10分钟就能腐蚀 并分解掉薔薇的身体 15分钟要掉虎子的小命 但是薔薇却并不慌张 雏林咒法 共鸣 通过加在自己身上敌人血液为媒介 返还诅咒的伤害 接下来就是比赛双方忍耐力的时间了 只见薔薇不断地往自己身上钉钉子 而虎子则趁此机会狂揍弟弟血涂 眼看再不解开术师 弟弟就要死在自己面前 幻象只好从朽 歇换回了赤王形态 但是没有想到虎子和薔薇 又接连同时使出了黑闪 一瞬间 幻象失去了半边的身子 而弟弟则被薔薇姐紧接着一记 三给秒杀了 这时一辆货车开过 血涂还想逃走之后日后报仇 但是没有想到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留下来的手臂给了薔薇最好的咒杀师法媒介 配合着薔薇的远程咒术 虎子最后一记重拳带走了坏象 整场战斗转折之突兀 让人大呼 虎子和薔薇再也不是少年院士 没有反抗之力的第一年纪组了 因为坏象兄弟是真人又人的身体进行改造的 所以他们的尸体并没有消失 虎子和薔薇也清楚地知道 自己是在杀人 在这场对咒灵和人的结合物的战斗里 虎子和薔薇是共犯 经此一议 会领悟了领域打败了特级手指 虎子和薔薇打败了相当于特级的咒胎二人组 在中堂的推荐下晋升一级咒术师 而与此同时 因为五条贿赂的明命 熊猫和珍惜也相继被推荐晋升一级 到这里动画的第一季的内容就迎来了结束 动画第二季和剧场版的制作消息也已经决定 但是具体日期还未公布 第一季的剧情算是咒术世界里最柔和的部分了 接下来的五条五过去片 涉骨事变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温柔了 估计也就和鬼灭之刃一样的乐乐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一定不会忘记 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点赞破签 我们五条五过去片安排上 我下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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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